我们在传承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又经历了15年的时间去收藏 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产区 去了解他们的工艺 然后我就建立了中国 目前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杀气博物馆 也填补了国内没有杀气博物馆的一个空白 我觉得杀气的发展它必然要走三条路 那就是传承发展 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 那么在这个融合和创新里面 我们后来就结合了 比如说刻花瓷 大漆 简纸 书画艺术 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样使杀气更具有了生命力 而且在它的花色品种的地生上 也让它越来越琳琅满目 传承的路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接了上一代人的担子 我的梦想也希望平定的杀气 我们冠犹的杀气 能够发扬光大 走向世界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传承 走得更加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